中間大魚毛 中間大魚毛 功能 這隻水果 功能 只要它吸飽水分 就可以用來維持 它是很多植物細胞內 最佔體積的構造 所以如果它吸飽水分 那植物就從內 向外有一個支撐的力量來源 好 條外向內的支撐力量 是來自哪裡 所以就是說 大部分的植物要維持細胞的形狀 即使是需要兩個條件的配合 一是那個光 二是由內向外 要把那個框撐起來 靠誰 靠它 這是其中一個功能 但事實上這個東西 它還可以用來儲存 我們從好的層面來看 它可以是一個養分的倉庫 所以這個地方 可以放養分 然後可以放水 然後可以放一些鹽類 電解石等等 OK 然後它也可以去放那個 代謝K5 所以它可以同時間去 那個 養分倉庫 還可以同時斷延垃圾點外場 因為空間太大了 這兩件事情不違背 這樣OK嗎 然後在特殊用途裡面 應該知道 這裡面可以放一個很重要的色素 就是花青素 花青素跟光合作用無關 花青素是植物用來吸引動物的一個重要的色素之一 讓那個植物的顏色具有更豐富的變化 這樣OK 那所以花青素不放在電力體裡面 花青素放在這個構造感受 OK 所以 從這個地方 你其實再往回去看 怎麼樣去歸納液炮的功能 老實說沒有 因為液炮的功能很壞 OK 而且 有時候會因為 它的內容的關係 所以我們還會給它一些 比較明確的用詞 像上次有提到的 還記得石胖嗎 所以如果你用了這個詞 不管是什麼 你現在非常肯定 這顆礦泡裡面包的東西 就是養分的顆粒 有待分解 誰來幫忙分解 誰來幫忙分解 石胖通常可以透過 容體 對不對 容體等同的是細胞的消化器官 它裡面可以提供 分解食物成分的相關的酵素 相關酵素 所以容體裡面的酵素 不是只有一種 它還有分解蛋白質 脂質 糖類 這些相關的小數成分 好 所以如果你現在講石胖的話 就表示你很肯定這裡面的東西是石 對不對 如果你不是那麼肯定的話 你可以換一個替代的用詞 你就知道這個東西是吞噬作用產生 那不太肯定它的意義是什麼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換成一個比較中心的說字 這樣OK嗎 好 然後另外石胖這個地方舉一個例子 因為剛好這一個單細胞生物 這輪廓手手 再希望表面有很多線嗎 好 好 超綠童 超綠童 超綠童在它 凹進去這個地方 身體側面凹進去這個地方 會有一個收進來的線條 好 這個東西是口溝 好 它可以利用鮮毛擺動的時候 把一些小顆粒的這個食物成分 撥到這個地方來 然後緊接著 就在這邊 打包 產生一顆泡泡 好 它這個東西就是石胖 好 所以 這是它的設施做到 但細胞而有 好 這次其用也是一個 所以這樣就解決石胖了 那因為這隻同時可以解決 另外一種衣泡 超綠童的頭尾 超綠童的頭尾 各有一顆泡泡 好 然後這兩顆泡泡呢 它會有這樣的動作 這是比較特別的 現在 這個是它的萎縮狀態 中間這個小圈圈 表示它現在呢 它的基本輪廓已經縮到最小了 好 接下來 當它縮到最小的時候 它周遭會有很多的輻射管 然後這些輻射管呢 可以讓這個構造 有比較多的表面積 所以它是因為它在 中間的水分 所以接下來 它就從細胞質當中 去收集水分 跟特定的 礦物質 電解質 OK 然後所以 隨著它 接收的水分 越來越多 中間這個地方 它體肌就會開始有變化 所以它就逐漸的膨脹 然後 隨著它的膨脹過程 周圍的輻射管 就變得 短短胖胖的 OK 所以這個後來的輻射管 就這樣子 而且 它很妙的是它頭尾這兩顆 剛好是 這個交錯的 所以這顆呢 才剛細胞水分 通了這顆 剛好萎縮 好 那這顆呢 會開始做排水的動作 所以它排放水分的過程當中 另外一顆 差不多也從水分 收集到它要飽滿了 所以兩顆 基本上 永遠都是交錯的 讚 酥 這樣子 好 那它要做什麼事情呢 大部分的草綠床生活的環境 都是淡水 而很不幸的事實是 這個細胞的細胞質 跟外面的環境來比的話 它的細胞質的濃度 會比外面的水 淡水的 鹽類 電解質的濃度 還要滿的高 所以這時候會發生一件 無從阻止的事情 就是水 只會往裡面跑 而不會出去 那這個對這個細胞的形狀 有一個很大的風險 就沒有可能會掌握 所以草綠床的辦法是什麼呢 它就集中 把細胞質當中 過多的水分 集中在這顆泡泡 叫做伸縮泡 因為它是會動的 一泡 然後每次收集到飽滿的時候 這顆伸縮泡 它會跟細胞膜有接觸 接觸這個地方呢 有一個活門 所以等到那個伸縮泡 收集水分飽滿之後 它就會收縮 消耗浪費一點能量 然後呢 它就收縮 一收縮的時候呢 就從它跟那個細胞膜 接觸這個開口的地方 然後一口吸發水給排出去 所以這個構造 其實就等同於是 草綠床的排泄構造 你看 因為排除過多的東西 這是一個排泄的動作 這樣OK齁 所以這是一個難得 這個造型上 比較富有變化的一種 不好意思你看 其他的泡泡縮穿的 就是一顆泡泡 然後用什麼做的 所有的液泡 它一定有變成膜 我們到目前為止 總共只能講到兩個東西沒有膜 第一個 鵝腸體沒有膜 再來第二個 中心體沒有膜 然後中心體呢 跟細胞分裂有關 然後所以將來才會解決 中心體的這個細節 這樣OK嗎 會不會OK 剛剛是有一場演講 要不是我們進度台 那個的話 我會逼你們去聽一下 好 好了 有沒有問題 那一號就到這邊 我們只剩下兩個很重要的構造 我要從這個地方 直接跳到一之四 所以我今天會講到一之四 完 然後禮拜三 講一之三 好 希望我們可以順利段訪 到第一章結束 就這樣 好 所以接下來 下一個要介紹的構造 就是 好 所以 液泡它的功能 有時候會反映在它的名稱 那所以呢 它的內容物可能很雜 不同的細胞 基本上它的利用方式不同 好 所以接下來 液濾體 液濾體基本上呢 是細胞內 難得自己本身有顏色 容易觀察的 如果你以前曾經看過那個水運草 有沒有 水運草的話 因為它的液濾體 那個顆粒 一般的光學顯微鏡 其實就可以看得到 好 如果你運氣好的話呢 你當時 當時候那個 你們現在用的顯微鏡 是底下擺光的 還是用 鏡子擺光的 是主動式光源 還是被動式 被動式就是 用一個鏡片擺光 那一種是直接有燈套體動光源 好 所以如果你們有那個 打光的話 有時候應該可以有機會看到那個水運草 它裡面的液濾體會順著細胞周圍滾動 要全全 好 回到 它看得到 所以其實它算蠻大的 而且不只一顆 那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應該都知道 這個地方它是 是光合作用 好 光合作用 好 光合作用的殘屬 好 所以光合作用基本上呢 是一連串複雜的化學翻譯 好 所以 這樣的一個重要的 光合作用的最大的意義是 對生物來說 它是一個製造有機物的 基本化學翻譯 好 所以這個化學翻譯非常重要 所以這樣子 執行這項重大任務的工具 到底要多複雜呢 如果我們在電子顯微鏡底下的話 馬上可以凸顯出 第一個 液濾體 它的輪迫上呢 就有點複雜了 它是用膜做出來的構造 而且 共用了兩次 所以它有雙層膜 好 上一個是誰 第一個遇到的是誰 用雙層膜的構造 一樣 外面就叫做外膜 然後裡面就叫做內膜 上一個遇到 有兩層膜的是 激發核嗎 對不對 好 所以 我那時候有提醒你 那個 紫雙層 紫雙層這個膜 它是有點像兩面刃 你可以利用那個膜 界定出一個界線 比如說 內直網 那我就知道內直網裡面 內直網外面 內直網裡面要做什麼工作 所以我就利用這道界線把它割開 對不對 那這層膜既是界線 它也是障礙 所以層次太多 有時候會自己找困擾 所以細胞核自己有一個辦法 細胞核有兩層膜 當然我們免常可以接受一件事情 很有可能是為了保護DNA 所以自己找了兩道障礙 對不對 所以它要解決的辦法是什麼 細胞核要有核孔 核孔基本上是一種 比較複雜的運輸的管道 那個比一般的細胞膜 上面你們學過的國中 學過這個概念 細胞膜上會有一些特殊蛋白子 然後協助固質進出 核孔的構造的複雜程度 遠遠高於一般的運輸蛋白 有理由嗎 為了保護遺傳物質 所以我們還可以接受這個理由 那葉綠體有什麼樣的 這麼重要的地方 需要搞到兩層膜 不過這是一個光合作用 好啦 我們可以認同光合作用真的很重要 可是好像兩道障礙 沒有什麼太大的相關性 好 接下來 這兩層膜上面都沒有顏色 結果我們發現 真正附於那個 葉綠體有綠色的是在它裡面 會有一層一層疊起來的高大 這個東西叫做這個 葉綠餅 聽過嗎 沒有 現在聽過了 好 所以 葉綠餅基本上是一個多層次疊起來的構造 然後這個材料這邊也是膜 所以你看它不只是用了兩層膜 建立基本的一個輪廓 它連在葉綠體的內部 它還用膜做出這樣的一個複雜的多層次構造 那一般來說 你可能要有一個感覺 生物通常會表情比較複雜的構造 有時候常常出了一個理由 叫做表面積 所以它要那個表面積 你看看 然後這種東西叫葉綠餅 葉綠餅通常在整個葉綠體裡面呢 會出現很多次 那不同的葉綠餅之間 它們會有一個 也是膜做出來的管道 對 物通 裡面的這個物質 OK嗎 好 單一個層次 單一個層次 我們通常把它叫做類難題 如果你有看到其他的翻譯用詞 不是我的問題 其他翻譯用詞 請自己寫一個等號 現在只能介紹一個名詞 現在實在不太懂 OK 那不是所有葉綠 我現在只能因為我給它用到這個空間 所以其他的沒有葉綠體的地方呢 就是大部分是水 然後接下來是融入水的各種有機物跟無機物 那說出來的 就是這個地方成分跟外面的細胞質的那種環境 會很相似 但不完全相同 因為這個構造比較負責執行光合作用 所以它裡面需要的資源 它們不會跟細胞質完全相同 好 那所以我就把裡面的地方 那一些葉綠體以外 葉綠餅以外的地方 就稱之為叫做基質 好 光合作用不是總共分成兩個階段的反應 第一個階段叫做 光合作用的第一個階段的反應叫 光反應它需要光 對不對 第二個階段的反應叫做 暗反應對不對 你們那時候改了沒 叫碳反應 請記得改一下 好 所以 也不是很在意的話 把國中的東西都光光光 真的會比較方便一點 好 高中開始 請把那個部分叫做碳反應 所以現在問題來了 那個光反應需要光 而你需要光 你就得有接收光的那個能力或工具 或者是成分 所以葉綠體的綠色到底是在哪個地方展現 外模內模上面沒有綠色 所以那些綠色的色度就是放在哪邊 就是放在葉綠餅的膜上面 抓出來看 這邊會有所謂的光系統 電子顯微鏡底下 可以看到葉綠體的詳細細節 兩層膜裡面有內囊體疊出來的葉綠餅 葉綠餅之外的空間 它的綠成分 我們統稱叫基礎 加兩個字 你就知道它意思了 基本物質 再加兩個字 會更清楚 兩個四個字 綠成生命的基本物質 你看 因為 為什麼 因為外面叫細胞子 總不好意思裡面也叫細胞子 你看 乖乖的 所以 是好 這樣 可以 是好 可以 是好 是好 有 有 所以 回到 反應的本身 至少你們有的概念是說 這整個構造 總共用兩個階段完成光的作用 不是光反應跟暗反應 那因為暗反應 那個暗 那個詞用的真的不是很好 所以現在主流的說法叫 看反應 好 那光反應呢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 就是它需要光這個條件 因為它要的是光所代表的能量 所以你就要那個接收光的工具 就跟你要感受那個視覺 所以我們視網膜上面的視細胞 有色助 然後可以去感受光的改變 意思是一樣 好 但方向是不同 我們其實只是用那個色助 然後來感受光的變化 那對於那個業力體來說 它是要直接接收這樣的能量 然後再把它轉變成什麼 轉變成為化學能 有沒有 所以它要做的事情 相對來說 比發生在我們視網膜上的事情 要複雜一些的 好 那問題是 當然知道現在 有一個東西 有一個成分 它是色助可以吸收光 就是葉綠素 所以光系統的組成的各項成分 因為你只要看到系統 就會知道它一定是很多成分 共同組成的 好 所以在類男人品或葉綠品上面 它有數量非常可觀的 一組一組的成分 所以每一組成分 我們就成為光系統 而這一組成分 它的合作關係是 那個關鍵的組成分是葉綠素 但是葉綠素通常它的量不是很豐富 所以對於光能的接收能力 會有點受到限制 它就找來了一些輔助性的色素 好 叫做類胡蘿蔔素 比如說葉黃素 胡蘿蔔素這種 好 所以 類胡蘿蔔素可以幫助葉綠素 接收更多的光能 但它是配角 好 這些配角是幫主角 接收更多光能的用的 好 這樣可以擴充那個吸收光能的能力 尤其是應該知道光有不同的顏色 對不對 所以這些不同的色素 對不同的波長的光 分別有不同的接收能力 這樣的話可以對可見光 擴大那個接收的範圍 OK嗎 好 接下來呢 還有一些東西 是在幫忙從光能轉化去能用的 那這種 我先給你這個名字 OK 我保證不考 好 那我還是要講 就是 接下來還有一些其他的搭配的成分 很重要 叫做電子載體 好 以下 普普裝的編電 這樣子 好 電子載體是什麼東西呢 化學滿意 是不是常常伴隨著電子的得失 點個頭 化學滿意 是不是常常伴隨著電子的得失 OK 那光系統做了一個很複雜的事情 就是呢 他找了一堆的成分 來做那個什麼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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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 東西 比如說 假設 我是葉綠素 然後 我的角色就是說 如果 現在第一時間 我先拿到光能 然後葉綠素就會做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光能轉化學能 其實沒有你想像中那麼複雜 葉綠素拿到吸收光能 因為它的色素的特質就是它很容易吸收特定的光 好 所以當它接收了光能之後 它第一時間 就從它身上丟出一個電子 搞定了 這樣就知道化學能了 可以感受嗎 好 因為化學反應是建立在電子的得失轉移嘛 所以你看喔 它接收了特定的光 可見光 然後拿到光能的第一時間 它就馬上丟出去一個電子 你看啊 所以從它丟出電子的那一刻開始 其實就是化學能 好 現在問題是在於 這個化學能要有意義是 我丟要有人件 這個才是有意義的化學能 所以呢 所以呢 光系統旁邊的一些其他成分 就是幫忙做這件事情 就是 當葉綠素它丟出電子 釋出化學能的第一時間 要有人把它收 這樣 所以比如說丟出去它先收 然後呢 接下來呢 它拿到電子之後 會馬上再丟給下一個人 然後再丟給下一個人 OK 所以現在 不是光能轉化學能這件事情 而是 你那個化學能 到底要最後要由誰負責 拿在手上 這些事情比較困難 你那個能量放錯地方 它就不好用 所以光系統的目的 它是把光能轉化學能 它還會幫你把化學能放在一個 很重要很重要的 適合細胞利用的地方 不要忘記再先提一個東西 你現在去看化學能 請問 既然都講化學能 所以言下之意是什麼 也就是說 因為 它叫化學能 出現它化學反應當中 所以是不是表示一定有 某一種物質帶有這個能量 這個才叫化學能 光能要不要介質 熱能要不要介質 聽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現在講的化學能 就表示一定會有某一種東西 擁有這個能量 對不對 你今天燒木材 是因為木材本身的組成成分裡面 還有能量 對不對 所以你利用燃燒這個辦法 想辦法把它的能量用出來 這樣懂嗎 好 要講的有關係 好 所以先記一下這個 所以現在問題來了 所以既然有光排音跟碳反應 所以光排音在哪個地方發生呢 就在這裡 葉綠瓶上面的光系統 賦予它有顏色 所以有顏色的就是這個地方 OK 然後它做的事情是 就是當光系統接收的光能之後 它第一時間 就把這些光能轉變成為化學能 好 在這個地方會出現的化學物質 帶有豐富的化學能 總共有兩個經濟生氣 然後下你百分之下坎克 才會再把這個地方講清楚一點 留兩個化學物先背一下 一個叫ATB 這是它英文的縮減 因為這個是習慣的代號 所以你一定要記 一個叫ATB 你要用到NATBH 這是兩個有機物 這是兩個特殊的有機物 它的角色是代表的 就是說 當光環應去接收光能 然後葉綠數透過一連串的複雜的 傳遞電子的過程當中 它會把它從光接收到的能量 放在這兩個物質身上 所以你只要看到這兩個東西 你就知道 這兩個化學物的身上 擁有豐富的能量 OK 淡白應做什麼事情 國中都背過了 很快 你可以遺忘了 在這裡遺忘之前 我先再用一下 淡白應做什麼事情 你從它的階段性的任務來說 你丟二氧化碳給它 它幫你產生糖 對不對 然後我們在代謝的時候 我有特別去提到 在生物身上的化學環境裡面 當那個關鍵的物質 從簡單去想複雜 這是一個合成代謝 對不對 合成代謝是需要能量給它的 所以你要把二氧化碳 它轉變成為糖 這個過程是一個合成代謝 它是需要投資能量 這個反應才會發生 所以 碳反應的能量 誰給的 如果你去看 碳反應直接使用的能量 就是NTP NATPH 誰負責供應NTP 跟NATPH 給碳反應 就是光反應 所以當初光反應 在接收光能的時候 它從光能轉化學能 這個意義就是化學能 化學能 落在這兩個物質身上 傳遞到碳反應 讓碳反應有那個條件跟能力 支援 可以將二氧化碳轉變成為碳 可是這會造成葉綠素一個很大的困擋 每一次當葉綠素接收的光能 你就逼著它要丟出電子 等一下再接收一次光能 你就要再丟出一個電子 在你的經驗記憶當中 有哪一個化合物可以這樣源源不絕 然後一直釋出電子 然後自己不會毀掉的 沒有 所以葉綠素當然不願意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它會去找一個犧牲品 來幫它補充它所失去的電子 這個倒楣鬼你們應該補充 它廉價又好用 就是水 所以光反應需要一個很重要的廉價資源 就是它會抓水過來犧牲 每次當葉綠素接收光能丟出電子的通時 它一轉身就逼迫水分子尊解 它從水分子那邊搶到電子把自己補完了 所以這時候誰被犧牲 水被犧牲 因為水被犧牲因此而產生了一個負產度 這樣知道它的來源嗎 這樣看懂嗎 所以癢的來源是因為水被破分解 而且是被誰抓去用的 是癢是被葉綠素給利用的 這樣看懂嗎 所以每一次在葉綠素 以葉綠素為主角所構成的光系統 完成了光能轉化學能的轉換 它就去找水分子 然後呢 犧牲它 換來葉綠素 永遠都有源源不絕的電子可以丟出去 那水被犧牲 水一直產生了癢 所以癢是負產度 癢不是這整個反應當中 最主要要產生的東西 這個才是光合作用的目的 你看看 所以這是負產度 OK嗎 好 那接下來再回過頭去看這個 光反應的光系統 它產生了兩個化學能 ATP跟NATPH OK 化學反應至少我們會知道有反應物跟產物 對不對 反應物本來長什麼樣子 經過原子的重新排列組合 OK它就變成產物長什麼樣子 好這兩個很有趣 它們在光反應裡面產生的時候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可是它們後來不是參與碳反應嗎 因為它們兩個的能量貢獻給碳反應 就表示什麼 它們兩個有去參與碳反應 所以以碳反應來說 它的反應物有什麼 以碳反應來說 它的反應物就有二氧化碳 ATP跟NATPH OK 那所以葡萄糖是碳反應的產物 那這兩個人 這兩個參與碳反應完之後 會不會變成什麼東西 ATP能量用掉之後 它會變成叫做 A D P 細節我會在下一堂課處理 然後 NATPH的話 比較簡單 那個H真的是氫 所以呢 它就只有一個狀態 就是呢 換一用掉能量之後 那個氫就丟掉了 好 所以就變成在正面的狀態 好 所以氧化了 好 所以這兩個 寫成這樣子 代表它們擁有豐富的化學能 寫成這樣子 ADP ATP轉變成ADP 代表它的能量用不掉 好 NATPH顯成NATP 代表它能量用不掉 那能量用不掉怎麼辦 能量用不掉的沒關係 你只要把 用掉能量之後的ADP 跟NATPH 還給誰 還給了光反應 好 它在下一次 再度接收光能 液律數丟出能量 然後呢 它們兩個就接收 所以也就是說 光反應的實際的反應物有誰 光反應的反應物除了水 還有ADP跟NATPH 對不對 所以光反應的產物有誰 等一下 產物 還有誰 還有ATP跟NATPH 這樣懂嗎 好 那你看這兩個就有趣了 因為它們在光反應產生 但是才在彈反應被消耗掉 所以這樣的東西 在整個反應過程當中 它有沒有參與 有 可是它先產生後消耗 所以會不會在總反應式 光反應式都會顯 好 法學士出來 它有沒有在總反應式裡面出現 這樣懂嗎 它只在反應過程當中 在光反應跟碳反應之間 協助傳遞能量 所以它不會在總反應式裡面出現 但你不能忽略它的角色超級重要 因為如果沒有它們的話 這兩個畢竟動到不同的資源 光反應用到液律比 碳反應需要的相關效數都在計程當中 所以它們之間需要有一套傳遞能量的方法 那因為細胞要用的能量是化學的 所以就要靠某一種物質來傳遞能量 這兩個就是那個關鍵角色 OK 這樣應該解答了你們以前國中的一些納悶的地方 所以你現在看 總反應式裡面為什麼只提到二氧化碳跟水 為什麼提到產生氧氣 還有另外一個更麻煩的問題 以前國中老師可能會刻意去講一個東西 就是光反應 光熱中用了二氧化碳跟水 產生葡萄糖跟量 還有水 有沒有 為什麼 因為水先被消耗 後來又產生 這裡也會產生水 所以這裡確實它會產生水 可是那個問題比較複雜 那個寫法沒有錯 可是那個問題真的 好 等二年級以後有緣再說 這樣子 好 這邊先 暫時打住 快點 只剩下十分鐘還有一線體 這邊有沒有問題 用我補充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構造用來支持營光合作用 好 好 那沒有補充 這是你以前 可能應該有的觀念 但是沒有 我現在第一時間用的能量是光能 所以顯然的我的目標是能量一路的流流流流到這個地方來 所以如果你去看葡萄糖總共有兩層意義 第一個 這個能量被光系統先產生ATP跟NNDPH 後來ATP跟NDPH的能量用在哪裡 又讓二氧化碳轉變成為糖 所以也就是說 葡萄糖的出現代表什麼 代表的是 我終於把化學能放在一個可靠的地方了 OK 有沒有不認同葡萄糖有的能量 糖可以拿來燃燒 對不對 你如果用一些不是生物的方法 你可以讓它燃燒發光發熱 對不對 很肯定 它具有一定形式的能量 對不對 另外一個意義是什麼 然後 葡萄糖那個碳的關鍵來源是二氧化碳 所以我們也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解讀 我把二氧化碳轉變成為 二氧化碳這個無積物轉變成為有積物 所以看到葡萄糖它總共具有兩個意義 你當初的光能已經 已經以化學能的方式放在這個化合路線上 二 這代表的是 我把自然界當中的無積物 轉變成為有積物 這兩個觀點基本上都很重要 對生物來說真正有價值的能量是化學能 對生物來說利用有機物 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不管你從哪一個觀點來看 去切入基本上都很重要 好 回到那個量成膜的問題了 好 這樣一切說來 那真的有這麼重要 需要有理由它需要量成膜嗎 因為到目前為止都沒有動到這兩成膜 所以後來在哪裡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可以讓我們猜一下呢 基石當中 他們發現有碳反應所需要的各種效素 好 這可以接受 因為碳反應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空間之形的 然後碳反應基本上是一個循環式的反應 所以碳反應 按照發現的學者 我們也敢把它叫做卡爾文循環 它是一個很有趣的循環式反應 所以你叫它碳反應也對 叫它卡爾文循環 這是為了紀念卡爾文這個學者 好 它是一個很有趣的繞圈圈的反應 所以你只要用ATP、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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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P 好這也不稀奇 所以你把參與碳反應的效素放在這個空間 就是基石當中 這絕對是合理的 可是後來他們進一步發現 在基石當中竟然有一條環狀的DNA 什麼叫環狀DNA 所以你我身上的DNA都是這樣子 你我身上的DNA都是一條線 這條線可以找到兩頭 一般通常是屬於這種DNA 叫做線型DNA 我們的DNA 我們的46感染色底下面的DNA都是這樣子 可是線可以找到兩頭的那種 有一群生物它們的DNA 是線的兩頭是接起來的 這一群生物叫做細菌 原生物的DNA屬於這個特質 請問這一顆放在哪裡 這個東西現在放在哪裡 它現在放在一個整合細胞裡面 對不對 那你怎麼會擁有細菌的特質 好 接下來 別看這個部分不談的話 DNA裡面是很有可能有基因的 我怎麼會知道你到底有沒有基因 很簡單 你去找找看 有沒有好阿內出現 有好阿內出現 就代表這個DNA 很有可能有在做tri-loop 就表示它裡面真的會有細菌的內容 看嗎 好 表示 轉路之後要轉一 轉一的時候要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那個沒有膜的東西小小顆的一顆 但是很重要的 它竟然有核糖體 你要酵素 你要酵素 我要放成蛋 你會不覺得有什麼 不要忘記了 它不過就是細胞 這是細胞核裡面的一個小顆粒 你要什麼樣的蛋白質的酵素工具 OK 我供應給你 我細胞質當中 有知道蛋白質的流程 好 有生產的流程在這地方 你要什麼工具 我做完之後給你用 你去看喔 它自己有遺傳 它自己有遺傳的能力 好 阿內跟核糖體代表的是 它有把遺傳用出來的能力 所以假設你這輩子 從來沒有聽過液律體 你從來沒有看過液律體 我現在呢 把某一個細胞的液律體 抽出來 放在顯微鏡底下 給你看 蛋白質的顯微鏡底下 給你看 你這樣可能會以為 這個不過就是一隻細菌 因為它的核糖體後來證實 它連核糖體都是用細菌的那種 而不是用正核細胞的那種 這樣 所以目前我們對於液律體的來源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 我們懷疑它根本就是 可能一二十億年前 有一隻原核生物 跑到真核細胞裡面去的 而且很妙的是 它們建立了一個共生關係 那這個共生關係是在細胞裡面發生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內共生 所以這一隻 這個構造 那當年很有可能就是 某一種藍綠菌 細菌裡面有光合作用的 不是通常會稱為藍綠菌 有沒有 所以後來有一隻藍綠菌 它裹到這個真核細胞裡面去 好 裹一下那個 剩下幾分鐘 OK 細胞執行能量轉換的總共就兩個 一個是液律體 另外一個叫栗線體 解釋一下栗線體的線 它是在形容這一顆構造 它是一個顆粒狀或線條狀的構造 然後呢 一樣有兩層膜 可是它裡面的那一層 有一些古怪 充滿了複雜的皺褶現象 一樣 一般你只要看到這個 就表示它想要在 表面積上面做文章 就是它的特色 除此之外 它也沒什麼特別的顏色 一看就這樣子 電子顯微鏡才能看到這個細節 光這個顯微鏡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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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而已 不但 可是這個東西很重要 你只要把 適當的化合物丟給它 它可以幫你製造一堆ATP 又來了 又出現ATP 代表的是什麼 代表的是化學的 禮拜三會把這個地方講清楚 ATP是絕大多數的生物 絕大多數的細胞 大部分的化學反應會用到的化學 如果有沒有一個比較白話的說法 它就很台幣 你今天在台灣用台幣 它是很普遍 所以它是一個很好用的能量的化學物質 現在問題是 葡刀糖你放在手上 它也不會發生化學反應 葡刀糖我們已經從那一邊看得出來 葡刀糖代表的是它有沒有化學 那當初 這個原核細胞為了安全的做法 你看它把光能放在ATP跟NTP 這兩個化學物有什麼特質呢 假設我現在有一杯 叫做ATP的水溶液的話 你放在這地方 你動而不去動它 ATP會自動分解 NTP其實是一個非常不穩定的化學物 它擁有豐富的能量 擁有豐富的能量的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就比較代表很不穩定 所以 一個生物或一個細胞 我不是時時刻刻都有光這個條件 我如果在第一時間產生ATP NTP不去利用 然後又不把這個能量放在安全可操的地方的話 這個能量可能會消失的 而不是消失的 會打開掉的 所以 以一天來說 我有日夜 對不對 我第一時間就可以產生化學能 最當然很好 那我考慮長遠的利用 我是不是應該要把一部分的能量 放在一些比較穩定的演技術身上 好 那當然這也造成一個麻煩的 有一天 等我們需要使用能量的時候 你就要再 反過來 用一些方法 去把那個 原本在菩薩糖身上出現的能量 把它用出來 所以第一線體代表的就是 我提供給你這樣的工具或構造 可以把能量用出來 而它的第一個手續 是在細胞值完成的 葡萄糖會先在細胞值當中 完成一個叫做糖解 的反應過程 先把葡萄糖是六個碳 先處理成三碳 然後緊接著在立線體的基質 這個地方 它基質裡面也有一個複雜的循環式反應 西方很喜歡玩這套版喔 然後這個循環式反應叫做 客式循環 就是為了紀念那個學者 命名的 好 客式循環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去說明 你只要把有機物丟進來 然後它就用碎紙機 你只要把有機物丟給它 它可以幫你徹底的氧化 產生二氧化碳跟水 再扣一下吧 以我們能夠看得到的 實質上能夠感受到的 有機物的完全氧化 就是產生二氧化碳跟水 這兩個比較基本的產物 那問題是 這兩個會不會是我們真正要的目的 呼吸中的反應是會寫什麼 葡萄糖的氧化 產生二氧化碳跟水 來一個加 什麼 以可行的 看得到的 葡萄糖氧化產生二氧化碳跟水 後面還會再來個加 什麼東西 兩個字 能量 聽懂嗎 葡萄糖氧化碳跟水 絕對不是我們要的 這你在自然界當中 很方便就可以取得 我們真正要的是 後面那個化學能 在這裡了 但它處理的過程 不是那麼簡單 首先 必須要在機子當中 先把有機物丟進來 讓這些有機物完全分解 利用這些有機物的分解過程當中 它會釋出能量 剛講的 電線體也有內膜 你看喔 裡面叫內膜 外面叫外膜 內膜會形成這麼多的皺褶 不是沒有理由 而是因為 它現在要在這個地方 它在內膜上面呢 有一套非常複雜的系統 叫做 內膜上面呢 它也是有一組一組 這個複雜的成分 所構成的能量轉換系統 今天客室循環 要跟電子傳遞鏈互相搭配 才能夠使得有機物的氧化 然後能量可以順利的傳給誰 傳給ATP 這個地方一般來說的話 它可能可以產生達到最大 差不多是34個人體 好 數字不用備 我現在只是要 先建立一個比較基本的概念 當初葉律體 它用一個比較安全的做法 它接收的光能 第一時間其實就是化學能 可是這兩個化學能 是沒辦法放的 你如果要馬上用掉沒有問題 問題是在於 你晚上那個時間也不算短 對不對 所以你是不是應該要把化學能 放在一個更安全的地方 這個可能不見得夠安全 不要忘記了 它有兩種很適合儲存能量的 這個物質是什麼 一個叫澱粉 另一個叫油脂 對不對 生活儲存澱粉跟油脂像乾糖 對不對 那個是不是也是儲存能量 那個就是造的更安全 所以等到將來你想要 使用化學能的時候 就很麻煩 你得有方法 就是策略手段 然後再把它用出來 所以葡萄糖的分解 這個其實就是在使用 那個比較活潑的化學能 所以我們後來把葡萄糖給氧化 然後呢 就可以產生ATP 而這個過程當中 OK 再把那個呼吸狀的總反應師 再想一下 剛剛講的 這裡 葡萄糖出現了 ATP代表的是後面那個化學能 二氧化它跟水出現了 所以少了一個東西沒出現 好可樂 怎麼會喝飲料 有個東西沒出現 快點快點小克 快點 中中就沒出現 錢 對 這是一個穩定的化學能 這是活潑的化學能 這是細胞馬上可以用的 這是細胞沒有辦法馬上用的 對不對 所以錢換成錢 都是大錢換小錢 所以中間呢 你去銀行換錢的時候 有時候還要跟你收一個手續費 這個手續費全部 你看 所以為什麼叫有氧呼吸 因為電子傳遞電它需要消耗氧氣 也不光是給它氧氣 這套系統可能會停擺 所以立腺底基本上 它是細胞的能量工廠 它就是細胞產生 ATP等主要的地方 這樣OK嗎 細胞構造解決 一直是大致上解決其他的禮拜三談 我們應該可以順利考完第一章了 好 有問題記得 趕快問喔 我只能用 60%的時間 解決1%的內容 回來 回來 請問你 請問去問你 請問你 感谢观看